好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還有媒體朋友 謝謝歡迎大家早 然後請部長 請蔣部長 還有黃山貴署長 黃署長 黃署長 蘇緣好 好 部長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提這個分配辦法 各位報告我們六月這個長道服務法通過 裡面明定要 燕圈要預註在 一部分預註在我們的這個長道基金裡面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積極的研議 那另外一個就是長期很多燕圈 目前的很多項目的用途 包括了喊病啊 包括補助這個缺乏地區的醫療資源等等 預防醫學等等 長期以來都不是很充分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趁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健保的這個安全準備 比較充裕的時候來做一些調整 此時不做更待何時 這樣就對了 不是 這個是其實是很多時候是累積很久了 好 我跟部長報告 上一年在健保裡面支付喊病的四十幾億 是 好 那上次修法 那個愛滋病防治條例 也把愛滋病的錢 確診後兩年後的 也要給健保 來給付喔 現在CDC裡面付了喔 CDC只有付 當時我在這邊堅持的 就是一些檢查檢驗 特殊的檢查檢驗費而已 那要多少錢 給我看 也無敵檔 跟BCC一樣一樣 無敵檔 現在有人說二十億 我說愛滋病人 有人說三十億 有人說是不是這個更多 因為你如果健保支付之後 那個會比較開放 因為我們以前有在付這個愛滋病人 所以我真清楚 好 好 健保的安全準備金 現在號稱兩千多億 是 那資金到位的一千多億 其他都是序列的嘛 這種序列 由理政委的時代就都在序列了 不是比較真 旁邊的時代也序列 跟媽媽的研究是一樣 一樣 政府出來的三個六趴 越說越多 就是越虛越越多而已 昨天 健保委員會的委員 好幾個人來找我 因為健保的準備金 這樣蠶食精吞 被瓜分 我們剛剛 前幾天你才跟行政院長宣布 那個補充保衛從五千 調高到兩萬 因為很多鼓勢鼓勵的人 因為他們都沒有填錢 填洗 好 這樣一年少42億嘛 這是你講的嘛 再來就是健康數也減少了 一年又減十幾億 我們就五、六十億了 現在你如果要為這個健保 煙間來益助健保 以前是90% 後來調到70% 好像在葉金川的時代 現在還要調到五十 出手太重了 現在這個健保委員 煩惱到四 因為你現在有的準備金是一千塊錢而已 那只要健保 只要我們國際的經濟 麻煩 要說這經濟多好 騙鬼啦 雙方做總統都一樣啦 什麼新政府的如何 齊了就知道 所以 明年國際的經濟就失敗 全世界都看不好 只要我們看好 我們是憑什麼看好 所以明年如果 健康醫療的行政 準備金 就補贏嘛 扛贏 所以健保數碼 憂心忡忡 健保委員 不管是學者專家 不管是醫療提供者 不管是副委員代表 大家都憂心忡忡 我覺得他們做得非常盡責 他們非常擔心啦 所以 如果 一下子從70%要掉到50% 能不能折衷一下 折衷一下 這個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在內部討論了很久 那 也是他的這個需求 來做最後的這個決定 我剛剛 一開始回覆江慧珍江委員的時候 我有說 我個人認為 像這樣子的這個分配比例 跟以及這個70% 50%甚至90% 這個都是理論上都是可以 動態性的調整 也就是目前的準備金充分 那我們做這調整 如果明年後年如果有 有另外的這個時空的狀況 那我們再做調整 所以 也不能去想說 我調了以後就不會動 你這個分配的辦法 這世界上你就能夠拐了 也拿來立法院在心 這標誌裡面的角力很厲害 大家 我知道 我了解 所以你說 麻煩還要再調 我告訴你 調了就是調了 那3、5年不停 來 先給署長說 來 署長 謝謝委員 你標示一下 你憲報書的意見 那憲報議員 大家都拐著給你 你有什麼意見 剛剛我們部長已經有表示過 這是一個我們全部 大家共同決定的一個結果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動態的狀態 所以如果明年後年有需要的話 應該隨時會再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明年後年要調也是拿來立法院這樣 還是要這樣一場嗎 對 還是要這樣嗎 對 分配辦法 這個是辦法而已 辦法按照規定是要送大院來做備查 備查而已嘛 不是審查嘛 對不對 可以改成審查 OK 我定 早安喔 楊智良跟葉金川 他在痛罵 痛罵你調那個 補充寶會啦 連葉金川最硬的 他都講說 這今天不談煙間的賬價 他很談都不敢談 連他最硬的 他都認為 此刻如果要調煙間煙衰 現在這個氛圍沒人敢說 所以他如果縮縮縮說 不然就調五塊了 調五塊我上面說的一樣 我年輕我就說調五塊 五塊慢慢調 你一個手要調二十塊 再煙衰再調五塊 他說 現在GDP第三劑是minus 第四劑全年要保一 非常困難 所以 這個時候這樣調 會不會造成物價上漲的壓力 上次油電雙漲 已經讓我們國民黨 啪 啪一個頭頭頭 撞去了 所以 煙煎煙水 免談 免談 現在要說分配辦法 我 還是建議 因為 健保的準備金 那個一千多億 很快 補充保衛 不確定 每天要把天單 又把家賣 deadlines 添加 討庭 筍 應付 真的是詳細的評估 那很多的錢是用在預防醫學 它可能可以降低這個未來健保的支出 那很多是用在社會福利 那這個目前很多社會福利單位它RO代補 那所以在此時此刻 我們覺得在補充保費 不是在這個我們的準備金 還充分的情況之下 可以做這樣的調整 但是未來有需要可以再調整 昨天防疫基金會也找我 他們說國健署的肆癌篩檢跟成年健檢 他們現在錢不夠 國健署現在用的錢 是把以前的錢都在吃老本就對了 所以要彈部的益助 以達的 不然都花了 花到空就對了 醫療發展基金在偏遠地區也有需要 我不是說全埔中70%都不動 我不是說一個手抗到50% 還有需要抗到這麼多 讓健保委員在這裡大家撞不住 所以我還是希望建議 建議我們部長這裡 可靠一下 不然健保委員也是我們要很大 很大的壓力過來 你的看法怎麼樣 還是老套 謝謝委員指教 對於楊智良跟葉金川他們講的話 你的看法怎麼樣 其實這兩位都是前輩 我非常尊重他們的這些看法 很多事情我們都有在做 我們也是瞭解醫護人員過勞的問題等等 還有四大接空 五大接空等等 我們都有在 挹注相關的經費在處理這一塊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 不知道也不是我們沒有做的項目 他們希望用那些錢來調整 現在的一些醫療品質跟過勞的問題 不管是醫師跟護理 但是現在年輕醫師認為還沒到位 還是不夠 所以是不是我們還用比較多 精神跟健康趕快處理這個 不然這誰要做總統 一樣都沒在燒 沒辦法你在外面 意外大家都撲撲跳 所以再一次 還是請你再慎重考量 折衷一下 以上 謝謝委員指教 好 謝謝蘇委員